I feel so free Oh my sweet baby Hello大家好 我是秋涵 今天呢要来挑战一个很有趣的主题企划哦 就是女孩们如何偷穿男友的衣服啦 因为我的身高是比较娇小的女孩 我158公分 所以大部分的男友衣服对我而言都会非常的大件 那在穿搭上呢也就会有相较难度上提升 所以呢今天来帮大家选了几件 男生普遍会有的衣服 或者是有一点挑战性的单品 来跟大家做穿搭介绍 那第一件呢我们就从几乎每一个男生都会有的 白衬衫开始好不好 因为白衬衫像这种男友系列的衬衫呢 大部分的男生都有 那无论是在职场啊或是一些日常的场合 我都很常看到男生穿白衬衫 因为白衬衫真的算是基本型的单品 那我稍微比一下你们可以看 因为我的身高比较娇小 所以穿上去光是用比的就已经很大件了 好的那大家可以看到这件白衬衫 我们也有请我们的男model做示范 你们可以参考一下男生穿起来的大小 还有穿杆那我去帮大家做一个大改造吧 给大家看一下第一套的穿搭概念吧 一般白衬衫呢很多娇小女生会单穿 那如果在入秋冬我也很建议大家 你白衬衫可以单穿然后配一个长靴 那样也会让人家觉得有一点点小性感 但同时又保有白衬衫的知性度 好那你们可以看一下 我现在其实是做到前面扎 然后这样有一点稍微随性 那如果你要拉单侧出来呢也OK 因为近几年也蛮流行那种不经意 然后不规则比较轻松的风格 再来呢白衬衫我觉得 如果你今天要把它穿得比较上脏比较臭一点 你就把它的领口扣子千万不要扣太高 或是你上胸的面积呢 可以整个延伸你的女人味 然后也会有一点小性感引人狭想的感觉哦 无论是在穿搭或是风格配件上 我都利用一些比较女的单品 像是我也穿了一个尖头的木勒鞋 然后你可以搭配一些这种 有一点点金属的小包 像这个水桶包搭配起来日常上班 或是你想要给人家你比较有气质 比较知性 我觉得这整套穿搭风格呢 都可以让娇小女生驾驭得非常好哦 好哦那来到了我们的第二套啦 第二套呢也是帮大家选了一个 很多男生都有的单品 比如我们的球衣 无论是打篮球或是不打篮球的男生 好像大部分都会有球衣 所以呢我们一样请我们的男模特示范 人家球衣 那这件球衣呢因为我身高上的问题 所以它穿起来就会直接可以当洋装 那看看我会怎么做发想吧 去帮大家改造一下 来啦第二套穿的 男友风的球衣穿上身了 因为一般女生其实如果你单穿球衣呢 还是会觉得有一点太运动了对吧 所以我们利用我们的牛仔外套 还有球鞋跟棒球帽 搭出一点比较休闲可爱的风格呦 像这种球衣呢我穿M号 其实就可以直接当洋装了 所以呢你就直接单穿一件球衣在里面 如果没有加外套呢风格其实还是会有一点点 偏太运动太男孩感 所以你可以利用这种有一点oversize连帽的 慵懒牛仔外套 带出女生的可爱俏皮感哦 配上一个同色系的棒球帽 再加上长袜 长袜其实也在今年蛮流行的 你可以利用长袜呢 去堆叠出一些穿搭的层次感 配上一个可爱的老爹鞋 今天就要跟男朋友一起去打球 来到了我们的第三件啦 第三件呢也是这几年看到非常多男生喜欢的风格 比较偏工装 然后有一点点休闲感 那我想说那这一件呢 因为它也是属于比较oversize 有点工装衬衫外套 它的棒数相较于比较挺 那女生呢很容易穿起来会比较难驾驭 所以呢我也帮大家想了一个穿搭 参考一下哦 第三套完成了 因为第三套呢工装这种衬衫外套 其实它相较之下呢会是比较main的单品 无论是在色系上或是版型上面 交上女生呢我觉得你可以穿出那种 有一点甜甜酷酷辣辣的风格 所以你外面的单品越宽松越oversize的时候 你可以利用内搭单品 像我会穿一些比较显身材曲线的背心 或是比较短的裤子露出一点腿的比例 让大家知道说虽然外套很大件 但是我身材还是蛮好的哟 可以利用这种穿搭层次呢 可以让大家看出来 这件外套其实搭在外面 我觉得这样搭也很好看 有一点个性的感觉 而且因为它够长版 所以等于你身形的两侧 可能你比较在意的 有一点小肚子啦满安肉 甚至是你背面的屁股的部分 其实它都帮你做到了很棒的修饰度 那因为这种宽松版型呢 所以女孩们记得 只要你要穿男友外套男友衬衫 一定要稍微的把手袖反折 制造这种有点慵懒跟不经意的感觉 因为我想要搭的是 比较酷酷辣辣的风格 所以包括我的军靴呢 也有搭配到 然后还有我的黑色的棒球帽 然后你也可以利用一些 像我的小练包 还有我的耳环 它是一些金属的坠式 所以你除了保佑你的酷帅风格之外呢 你也有一点点女人味哦 来到了我们今天的压轴 最后一套 所以一定要有点挑战上的难度啦 听说这件是我们的企划 去我们的道具间帮我挖出来的花衬衫 而且他刚刚说台哥有穿过 我跟台哥应该是 没有办法穿同一件衣服的吧 其实都好像有点难 但是没关系 因为今天的就是挑战嘛 所以还是想帮大家尝试看看 我能让它有什么变化性 因为真的有点大件 而且这种风格是我自己衣柜 从来没有的单品 那还有这几件可以给大家参考一下 就像这系列的花衬衫呢 我们都可以用同样的穿搭概念去做改造 看一下我要变什么魔法吧 第四套 我要去度假啦 是不是跟男友一起去度假 就不用再多带衣服咯 直接把它的花衬衫抢来穿就可以了 我自己呢 蛮喜欢这套搭出来的风格 因为本来觉得 蛤 有点难 就没想到 其实你也可以把它穿搭的非常的夏天 然后你只要利用一个概念 就是你尽量穿的越简单越好 因为花衬衫本身就是一个非常吸睛的重点单品了 那大家只要记得一个概念 因为我们的花衬衫呢 本身它就是主角啦 所以内搭呢 穿的越简单越好 像我今天搭的呢 其实就是一个 你们衣柜一定都有的白背心 配上简单的牛仔短裤 如果你是夏日去度假的话 你里面要穿比基尼或是bra top也都可以取代 反正就会有一点点夏日又有一点辣辣性感的感觉哦 那这一款呢 因为它本身是长版的 所以利用两个扭节呢 你第一个可以拉出你的比例 第二个可以拉出你的腰身哦 所以看起来呢 腿变长了 腰又变细了 是不是身材就变好了呢 手袖的部分 一样帮大家折的稍微短一点 毕竟是男生的袖长 折个两折就可以了 那给大家看一下穿搭的概念 夏日因为走的是度假风 所以搭了一个草帽跟草鞭包 鞋子的部分为了方便行走 你无论是搭小白鞋或是凉拖鞋 都很适合哦 今天的四套穿搭 你们觉得成功吗 我自己觉得蛮多惊喜的 给大家多一点不同的穿搭 做参考哦 像谁能想到 我能把台哥穿过的衬衫 穿得这么夏天跟度假 还有一点女孩感呢 那如果你们有任何想看的穿搭 都欢迎留言告诉我哦 我非常有兴趣帮大家挑战看看 那记得呢 要按赞订阅开启小铃铛哦 下次再来我的频道 看更多穿搭影片吧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与点点栏目